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女版孤独的美食家 和歌子酒第三季第一集 村奇和歌子,女26岁,爱美食,爱喝酒 这天和歌子正在指导新人,熟悉工作 领导过来一通夸夸其谈 说了一堆玄妙的话,大笑离去 生怕别人不把他当傻子 同事们显然早就习惯了领导这种形式风格 小魏问和歌子今天去哪里潇洒 和歌子一听笑了 他潇洒的地方当然是小酒馆了 吃小菜喝小酒就是他最喜欢的潇洒 下班后和歌子高高兴兴的在街上逛荡 一家家的饭馆向他散发着诱人的光芒 每天下班后他都要犒劳一下自己一天的辛苦 活得特别划算的感觉 很快他就看到了一家小酒馆 招败上的一张脸显得极不好客 但和歌子还是欢天喜地的走了进去 店员热情招呼他坐到了吧台前 和歌子脱掉外套,穿着花裙子坐在凳子上 抬头看到了七夕登节的宣传海报 很有过节的气氛 店员给他递来湿毛巾 和歌子把手擦干净 郑重地抄起菜单 点菜要庄重一点 因为他决定了今天要进肚子的是什么东西 他看到菜单上有摇滚炸鸡翅 险背蛋卷 每一样都很好吃 他抱着菜单发愁 一抬头看到小黑板上写着黄油扇贝 他望向鱼缸尽头的大扇贝 琢磨着热腾腾的黄油扇贝和冰啤酒一定很搭 于是他决定就是这个了 他跟店员点了啤酒和黄油扇贝 然后开始殷切的期待 火机将大扇贝撬开 把里面的被肉挖下来 去掉筋膜清洗干净 然后用块刀切成小块 重新放进大贝壳里物归原主 接着贝壳就被放到火上开烤 这是煮豆燃豆旗的手段呀 店员给和歌子端上了冰啤酒和小菜 清酒煮衔子 和歌子端过那个诱人的清酒煮衔子 甚是喜爱 但却先干了一口啤酒 毕竟要对得起自己女酒鬼的身份 这一口冰镇啤酒 真是沁人心皮的舒爽 爽了一波后 他才开始研究那个主鲜子 一个个的鲜子敞开心扉 贡献出怀抱里的心头肉 和歌子抄起筷子 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然后夹起一粒鲜子肉 送进嘴里嚼起来 鲜汁在嘴里如花般绽放 鲜嫩的是口感 浓郁的是味道 火机自豪的说 鲜子是从青森县 金青半岛十三湖捕捞来的 原来这个鲜子还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和歌子将鲜子端起来闻了闻 然后开喝里面的鲜汁 那鲜汁无庸置疑的美味 比直接吃味精都鲜 而他点的黄油扇贝也差不多了 火机放一块黄油在上面 再滴两滴酱油 沸腾的扇贝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烤好后 火机在里面放了些应该是葱丝 还放了块新型柠檬 然后给和歌子端了上去 和歌子激动的接过去 难掩兴奋的想着 还带着壳呢呀 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何出此问呀 不过这个黄油扇贝确实不错 颜色搭配也漂亮 扇能勾人食欲 这样的扇贝 我一顿大概能吃两答 如果钱够的话 我还能再吃两答 和歌子赶紧拿起筷子拜了拜 然后夹了一块贝肉送进嘴里 一脚趾下弹力十足又鲜嫩 口感妙极了 他又夹起一块贝肉 蘸了蘸柠檬 仔细端详一番后 送进嘴里进行细加工 黄油和贝类竟然如此和谐 他立刻端起啤酒 咕咚咚咚灌了一大口 这丫头吃东西很假 但喝酒似乎是真的 接着他夹起红色的肝脏 吹了一口送进嘴里嚼 肝脏的味道很特别 蕴含了贝类的鲜美 有股不一般的香味 他又端起贝类 喝了一口里面的鲜汤 黄油和鲜汁混合的鲜汤 香得他一愣一愣的 那可都是精华凝聚 他一口干掉啤酒 然后这顿饭就结束了 呃 本来就吃的少 你还只吃一半 这不是奸商的行为吗 转天上班 何克子指出了那位新人 因疏忽而犯的几个错误 新人很是抱歉 哪知小魏说 其实你给他说那么多东西 是没什么用的 何克子也很郁闷 为何自己说的那么仔细 新人还是会犯错 下班后 何克子郁郁寡欢的走在街上 心说自己只是想让新人 快点进步 没想到是那么的艰难 于是何克子又走进了 长去的冯乐酒馆 伙计们都热情的招呼他 俨然他是这里的贵宾 他坐在吧台前 感觉心情平静了下来 看着密密麻麻的菜单 他不知道该吃点什么 突然他看到有烤竹笋 这玩意很有春天的气息 于是他点了一份 忽然他听到旁边的黑衣大哥 问白衣大哥 刚来新公司习不习惯 白衣大哥说不太顺利 东西太多 堆积如山的 何克子感觉现在是春天 万物复苏 人也蠢蠢欲动的开始跳槽了 伙计送来十毛巾 问何克子喝什么酒 何克子琢磨着 竹笋配日本酒比较好 于是点了凉酒 伙计给他推荐了一款 酒宝田酿造的凉酒 清淡可口 浓度适宜 何克子愉快的答应了 把竹笋劈开 带皮直接放到火上烤 这个看起来相当不错 非常有质感 不扒光衣服烤 也保留了竹笋的尊严 时不时刷两下油 竹笋油亮亮的 很滋润的样子 很快烤竹笋和凉酒 都端了上来 竹笋看上去很像毛笔 伙计给何克子 倒了满满一杯酒 流到了酒斗里 要的就是这个情调 何克子双眼放光 盯着那杯酒 迫不及待的抿了一口 感觉非常舒爽 他抄起筷子 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赶紧夹起一块烤的微焦 冒着热气的竹笋 送进嘴里开嚼 咔嚓咔嚓的声音细小却清脆 味道清爽焦香 香嫩的竹笋在空中 散播着春天的气息 何克子立刻端起那杯凉酒 自溜吸了一口 感觉心满一足 春意盎然 但何克子毕竟不是大熊猫 竹笋太素了 于是他又要了一份炖猪肉 猪肉在锅里咕嘟嘟的炖着 香气徐徐而散 弥漫在每个人的食欲上 何克子很快喝完了一杯两酒 他又要了一杯大麦烧酒 要冰镇着喝 这酒喝的还挺讲究 他将烧酒倒进了加冰块的杯子里 端起来闻了闻酒香 然后作了一大口 原汁原味的烧酒 香气扑鼻 令人陶醉 此时伙计从锅里 夹起一块块的猪肉 放到碗里 肥瘦相间的炖肉 看起来太好吃了 很快就给何克子端了上去 何克子终于看到肉了 虽然只有三块 但腮牙缝足够了 何克子端着肉爱不释手 仿佛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样 他用筷子将其中一块一分为二 猪肉相当软烂 很轻易的被分开了 夹起连肥带瘦 还低油的猪肉送进嘴里 入口即化 越嚼越香 香的下巴都快掉了 接下来他又夹起另一块 蘸了芥末 一口塞进嘴里细细品味 猪肉和芥末竟然很搭 且香而不腻 何克子可算过了吃肉的瘾了 他端起烧酒来喝了一口 炖肉下酒 越喝越油 老板说 这个肉要慢会儿细炖 炖时间长些才好吃 要想好吃 就得肯花时间 何克子又被老板的话触动了 觉得自己交新人 有些急于求成了 要不慌不忙 慢慢来才对 就听旁边的两个大哥 依旧在聊工作 那位新人感谢另一个 帮自己熟悉工作 说他会继续努力的 何克子听爸笑了 他决定也要从容不迫的 耐心带新人 本集中 好了 我要去吃饭了 今天吃的是 今天吃的是肉笼 这个扁的可不是外卖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 我们这管这个叫肉笼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 哎呀 这个肉好像有点少 不过很绵软 我先尝一口 很香 下次应该把馅儿放大一点 我这个面发的很好 为了配合肉笼 炒了一个你们肯定不认识的菜 辣椒炒鸡蛋 我敢说这种做法你们一定没见过 但是实际上呢 它非常好吃 辣椒还补铁 我尝一口 好吃 感觉比肉笼还好吃 比肉炒辣椒还好吃 哇 太好吃了 还炒了一个醋溜土豆丝 这次没有多放酱油 好像醋放的少了一点 不过也还行 炒的恰到好处 嚼起来还有点嚼劲呢 脆脆的 再吃一个肉笼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肉割勺了 肉馅出来了 直接吃肉馅 这么吃才过瘾 原来肉笼要包皮吃 哇 太香了 吃一口我心爱的辣椒炒鸡蛋 炒很好 今天就表演到这儿 我该一心一意的下饭了 锅子白下次见 ===用猴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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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